嗨大家好 我是老陳 我今天決定要來 播一個 就是我現在降起的 直播影片 不是直播就是 紀錄的影片 那希望可以下的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 我們玩的是十分鐘的遊戲 所以 好對方跟我一樣是二級 那我最近喜歡下中飛車 先從中飛車第一步停 飛車前面的步驟 對方看起來對手是想用放銀 所以我要阻止他 對方看起來對手是想用放銀 所以對手放兩隻金匠在這邊就是要防禦我從中間攻擊 像我等下交換步兵完之後 他還可以再打步兵就把我飛車趕走 這樣子我的攻擊可能就 沒有那麼大的用處 好對方前跑獄進行圍獄 那我也要來圍起來 好我就來圍一個 我的血熊圍獄 對方陷入場考不知道為什麼 好不管我先把我的血熊圍獄完成 我先把我的血熊圍獄完成 剛剛他寫到是正飛車血熊 就是我把飛車移過來左邊的血熊 不要正飛車血熊 那對方把這個飛車移過來第三斤 也要跟我聽交換 但是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不需要太害怕 這個時候我選擇吃個步兵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應該是還好 那等下如果要上步兵來進行進攻的話我就直接把他的銀匠吃掉 所以他現在這邊沒辦法發動進攻 好他王跑掉了 好那我就 不急 這個對方下的不是很好啊 像他剛確實中計 像上來之後 我吃掉之後他居然可以繼續吃這個步兵 好像會威脅到我的角形 但他吃過來之後我不用怕他 我過來吃貴馬之後做成龍王 這樣他 他必須躲或是這個金將下來防禦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吃飛車 好對方就到這邊去投降 因為 犯了很大的失誤 好的那麼 以上這一局呢 好我先 把這個騎服發到推特 這個 好已經發了 好那我們就先補一下 對於騎士我這個賬號 升上 二級以來的第一場勝利 我目前在30分鐘 那 有些朋友可能 不一定知道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 這個app叫做Shieldy Wars 就是降級戰爭 那他可以幫你 計算你的勝利 然後算你的等級 然後這個等級呢 可以拿去申請 那個 正式的認定狀 好這邊是我的資料 171,165塊 先後手都有超過 5場的勝利 那點進來可以看到 對戰結果 那也可以看到 對手的資料 為什麼關掉 再看是對手的資料 對手先 這個對手 啊有啊他自動幫我 點到上一眼 好那我們就看另外的對手 好這個對手 二級達成率算10.5% 所以他的達成率最高 然後 是一個 下很多級的朋友 好 那麼 來看一下 這邊有寫到的 得意的違法 就是震飛車雪雄 然後得意的戰法是 Go Kigenakabisha 中文應該是翻譯 好心情 中飛車 嗯這是我剛用的戰法就是 開角道 然後 然後 的中飛車 對 那 這個戰法原本好像是 在後手比較常用 但是後來 先手這麼做也可以對成為一個不見難的不響 好那麼 如果不付費花一天可以下三局 然後我今天下了一局 然後 這樣就還不錯 然後 他會定期舉辦遊戲 比賽 就是你玩這個遊戲的戰體會 記錄 那個 計算成績 那像現在他 好像在每年年底會有這個活動 就是紅白降企合戰 就是 有點類似紅白鴿河戰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日本的新年節目 跨年那個節目 就是 一分兩組穿 對 那這個紅白就是分成 正飛車檔跟 巨飛車檔 還有 紅組跟白組 那 因為 我喜歡叫 中飛車嘛 中飛車當然是正飛車一種 所以我是參加紅組 那就可以拿到一個 2017年正飛車的 後貼 我覺得很可愛 那如果成績很好的話還可以得到 然後三浦洪庭九段 這一隻狗的 那個 頭貼 那因為 那是狗年 虛年是狗年 好啊這邊有一些凱雲 好那麼 想要把音樂調小聲一點 好算 我們再從電來的 好那我們就 再來玩一局 一樣是10分鐘 我覺得還是有點大聲 好這樣應該可以吧 向飛車 2 這個是上飛車的朋友嗎 腳交換 其實上飛車這個 看法我個人不是很熟悉啊 這個 這個 要怎麼應對 確實是 不太 不太清楚 怎麼應對的比較好 但是 總是要 學習去 打打看 好 我上這個銀匠來防守右邊好了 那不管我一樣 試圖來 攻中間 我怕他不理我因為反正我也攻不進去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 哇這樣子 貴麻被吃就比較苦惱一點 真的是 有點 食物啊 太大意了 下個不是很好 我想一下 接下來該怎麼辦比較好呢 接下來 再來 這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對 如果這個吃一隻貴麻就有點可惜 我來試試看看 挺邊緣 他可以 怎樣 我先 先進來做龍王好了 等一下再觀察看看 應該要 試著尋找有沒有 打腳的機會 場經這樣來擋 就這樣做了 他用自定擋住了 我現在 找一個事 我決定要用巨匠來守 這個地方 影將我的背景 進行攻擊 飛車下去 最底下的 歷史 到有沒有 我原本腳先 可以打這邊 不太不怕 反正飛車移到最底下可以 去防住同課連防守 這個 怎麼幹 我真的還會硬 這個是不是有點困難 啊 7分 對手要用 鬼馬跟角形來攻真是不一定 所以 阿現在不妙我如果吃這個銀匠的話呢 等一下就會 他就會用鬼馬來吃 這樣子我會抓爽 所以不要吃銀匠 就不要吃鬼馬 這個時候 就不要吃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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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很直接可以吃到相冊 免費的相冊 覺得好像真的 那裡有炸 怎麼好像有點不堪立體啊 有點輕易的就 就擋住了這樣 他打贏這樣的話 我就先不管他 這支車跟我硬換嗎 這個時候要不要硬換呢 如果跟他硬換的話 他等一下就 好啦應該是可以硬換 軟 給他重進去 我沒有辦法 GO! 我沒有想辦法擋住 我沒有想辦法擋住 對方公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細節公公看 看有沒有他打得比對方快 我現在用一枚銀匠跟一枚橙槍換到 他現在應該會想要用銀匠打我後面 這時候要不要理他呢 先不理他 先想辦法威脅他的腳型 他如果現在打贏這樣的話我盡量可以吃是不會有太大的危險 我要找時機把我的強大的飛車腳型打進去威脅對方 然後甚至再找時間把最後的銀匠塞死他 目前他要開始攻擊 這樣子的話呢 我並沒有太怕他 好 好 好 弦弓的效果 我要想一下 有沒有辦法很快能夠把他殺死 來吧 如果等下相側重進來的話 他等下相側重進來 不怕我在 就這樣上來沒有那麼可怕 三分 如果錯了腳型的話我就喜歡 這個的話 應該還是慢慢來攻擊會比較好 對我 稍微還算是有力一點 如果吃的話 可以把龍王的逼近 拿到就過了 又吃了可以吃 想辦法繼續避近他 這個時候是 應該下來防禦會比較好一點的 如果等下順便好 吃到他進這樣之後 我會在這邊打腳 他就有困住了 但是對方是二級 他應該可以猜到我要幹嘛 我不管 想辦法攻得比他快 對方的攻擊也是很兇 我如果一上來我就輸了 所以我一定要回來 回來的話 他等一下應該會打金將 在同雲 在同雲的話 好 不是很兇 喔 他如果在這邊打金將的話 好 我可以用 龍馬器 所以他看到了 我這都沒有看到 可以防守 好了 現在就是比賽 和誰比較快的時候 啦 我一定要想辦法 做得比對方快 好 好 好 那我先吃他金將 欸 不要 嗯 這個時候怎麼下比較好呢 好 我先 先威脅他一下 好 他這樣下就下錯了 好 我會贏 好 我贏了 好 真的是 感謝對方 我現在怎麼下都贏 我打香吹也贏 然後我打金將也贏 那華麗一點好了 用龍馬 呵呵 這樣就贏了 嗯 真的是 對手後面下的沒有很小心 我覺得這一局可以來分析一下 好一樣先把他發推到推特上面 好發完了以後 好我們來看一下解釋 嗯 嗯 他有給一些騎神解析券 好 我們就來看看 嗯 嗯 從前面 這邊開始 他第一步開腳道 我也開腳道 他換腳 非常快的換腳 好 雙方都上移 然後我決定走中飛車 他就 依照他的 德域戰法一樣走向飛車 向飛車就是 跑到對面 跟對面的飛車向向 然後我走到中間來 雙方都是 正飛車 所以這個算是鄉正飛車的族 那對方先為一 我習慣一下 裝飛車的時候 如果 對方正飛車的話 我就跟他一起圍 同一邊 那 他的右翼 我的左翼 這樣 這邊看起來應該是都還好 前面 提供的計算 這個地方 丟掉桂馬是有點 是扯 但是 後來看起來是還好 因為他也沒有找到太好的形勢 所以要打桂馬 這邊我進來 做龍王 好像 沒有死的方式 但至少做成龍王 可不可以斜走 是 有滿大的差別 滿好的 這邊我前面講過 我如果吃他銀匠的話 他桂馬 就再吃回來 就被受騙 但這個好處是因為銀匠沒有辦法保護桂馬 所以我就免費吃一個桂馬 然後 我們前面提到他多吃一個桂馬 然後打在這邊 他就 他就浪費了 這樣子 那這個局面他銀匠下來跟我對攻 他想說空出這個格子 他等一下桂馬可以跳上來 但我根本不用理他 他如果這個時間挑戰的話 我就會上龍王 他如果吃進的話 我就來吃回來 欸 這樣子可能不行 喔 他如果 有點跳跪的話 這個時間跳跪的話 我可能就會 所以 好 反正他來不及跳跪 那 這個應該是要回遲 如果不回遲的話 他跳跪的話 我可以不理他 甚至在裡面造成大騷 所以正常會回遲 但是跳跪有沒有可能更好的 我們先 再選好了 這個時候對方是有點奇怪 他 停邊步來跟我互動 但是 因為他沒有其他地方配合這個殭射的地方 所以 他就把他送了一個殭射 他都有突破 我真的不知道 對著就在下什麼 那這個時候他打斧 一定來防守 我不怕 我中線這邊不會再來突破 然後我就來攻跪 所以說他就一定用飛車來守跪 我就 打贏將 他就跑走了 那我就 贏城 那對方也下贏將 不理他 如果 我如果 吃他殭射的話 他 一定這樣吃過來 那 如果再打破片的話 這邊的守住 我要再換 所以我就先領他 等他吃完我之後 我再 我要吃下來 我還更決定好多 那對方 這時候用他剛剛得到銀匠來打在這邊 想要把我擋走 但不用我下來 我原本是預計他如果沒有 飛車沒有走過來的話 我想再打一個銀匠一點 吃他的金匠 但他如果金匠跑掉的話 至少我困住他 噢 他如果金匠跑掉的話 我就用人望吃他的銀匠 好了 繼續維持他的飛車 然後他來跟我交換 我就果斷的跟他交換 再來看一下 電腦覺得 交換這次走得好不好 用錯了 應該是這個局面用 好 電腦覺得我應該閃開 閃開之後 然後 他最後逃出來 不然他就對我了 他想要出來想辦法進攻 這個時候打 桂馬來攻擊教授 那我後面有打桂馬 他只能打一邊 所以應該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 這是非常 極絕的一個 一個走法 其實一定要來中間 因為中間 是會守不住的 這個地方打步兵 他可以 可以 可以吃嗎 他如果吃步兵之後 我就可以打他腳在這 然後他要飛車 就不許 他要飛車一開之後 我這個跪馬下來 後通腳星 盯住這條斜線 然後跪馬下來的話 他也就不許跑 如果跑下面的話 就 我就打贏這樣 他 他就死了 如果 跑旁邊的話 呢 可以撐久一點 但是 對他不利 所以他 就不要 不要只大眼 我們再看一下 躲開來的話 我還是一樣 吃 這個時候 跪馬吃腳型 當然是有罐 這個時候打腳 這個時候再用跪馬來 因為對方要避免 就是我把這個固定移開之後 再打腳 然後來攻擊他 所以他會跳跪馬 好 那下一手 我選擇吃馬 當然很直覺的就是 一定要吃回來 他吃回來之後 他會建議怎麼走 他建議我再 補 補充我的防禦 我從底部攻擊 呃 打肚子一定可以防止 對方 從底線攻擊 但是 確實後面 真正的下法裡面 對方是 把 水車打在 7E這個位置 好 那 這個 這個時候對方 電腦還是建議 我走過了對馬 這個 這個時候他的腳型閃開 我這個成像 避免被他的水車吃掉 就走過來 這樣建議 這個時候 打飛車攻擊底線 打飛車攻擊底線 嗯 嗯 嗯 好 接下來我們都用走法 接下來可能這個 成像下來 配合 這次的攻擊 成像下來這隻 你這樣 就 就必死 是一個 很好切 然後 回到原本的話 沒有我遲到就好 是這樣 我用成像來 想辦法接近這個引降 想要用 我後面是用相冊來跟他 來攻擊他 那 這個時候對方打飛車來 這個 因為我底線其實 嗯 雖然沒有人防守 但是 他也沒有其實可以打 所以我就不怕 我就先躲近將 因為近將 好用 而且近將只要守著這個武兵 讓對方的腳型 攻不進 那 對方 就 可能一步做成龍王 那等一下 如果 真的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話 就吃了武兵 那 好 然後我就用相冊來攻擊他的 銀將 他逃跑 我就陰車 然後再逃跑 那我就 用兩隻 連起來進攻 會這樣 然後他真的 不知道該做什麼 所以他吃了武兵 那我當然不怕 所以我就 進來跟他交換 好 所以我丟掉一隻 銀將 換到一隻 金將 再丟一隻 相冊 就換到一隻 銀將 所以 一銀一箱 換到一金一銀 其實是 算了 還有鑽 那因為他還是想辦法 要繼續從底線發動進攻 所以他又到底下 所以他可能會想要 用銀將來攻擊 但是這樣做比較攻擊 所以他後來沒有什麼做 所以我發現他的底線沒有威脅 之後我就繼續進行攻擊 那我只想要攻擊一個腳型 那這個時候我其實原本在猶豫 我是要 打這邊 然後後面打腳 然後再攻擊 然後怎樣 好對手 用銀將來攻擊我金將 這個時候 當然是不能讓金將 把他被他騎掉 因為他 他如果吃我金將 我用銀將吃回來 我底下就空了 所以 我一定要換一隻 來補位 他當然知道 這個時候硬攻沒有用 所以他會先 出來做 做變身 那 我想說 因為我會貴馬 所以我就先攻好了 先攻 之後他吃掉 這個時候打腳 這個時候他擋下來 那 我這個時候想要打貴馬 在這邊吃過來 其實可以造成他那種攻擊 還是 我後來決定用貴馬他對攻 因為他貴馬不能吃我 那我等一下就等他貴馬生 所以他把追擊一下 那 那 我就把我能吃的先吃掉 然後把他拿來同貴 那我繼續來進行攻擊 他要攻擊我腳型的話 我就先不理他 因為 這個時候 製造對方的騷擾比較有力 如果不理他的時候 我可以先吃掉金將 那他如果吃我腳型的話 我再多吃掉一個影將 所以其實還不錯 而且 而且 我如果多吃掉一個影將 再撐的話 他必須吃我 然後這個時候我再討一點也不吃 所以 他不能讓山口去口大 如果吃我腳型的話很妙 所以他用影將把它吃回來 那我腳型進來先做撐 然後 他跟全靈進來進攻 我 不怕我就跟他交換 我還有軍將可以把龍王扛走 這次我習慣下法就是打直下把對方撐走 這個下法應該 不是太糟 但是我今天不知道好不好 可能有更好的下法 但 因為我還 過強 這樣 那我想要攻擊他會贏將 這個我在 剛剛 有講到就是 我在尋求 簽掉贏將之後 打這個腳型 對方打貴馬 打貴馬感覺不太妙 所以我 決定 不要送他 這個影將來吃 那這個時候他打這個金將來攻擊我不怕 因為他吃掉以後 我再用金將吃回來就可以 所以我先就吃 那他突然吃掉以後 那我其實選擇用 第一項吃回來 因為金將可以繼續保護對方 好 那他打金將我當然是同貴 同貴 然後我再同貴 這邊 這邊 這邊要小心 我如果移上來我就輸了 我剛才找到 所以我下去 下去了以後呢 對方如果 我來看一下 對方怎麼樣下的最好 電腦說他下的最好 但是我現在已經 就是幾乎穩了 所以 他還是沒有什麼樣的攻擊 難怪剛才電腦想要這麼久 好 沒關係 這個時候我吃掉之後 他在進行防守 好所以其實對方是 少不死我 他只能想辦法進行防守 我完全不怕他 但是在這個局面裡面 我其實有想他如果打金將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如果打金將的話 我用銀將持 然後他再用怪馬持 這個時候如果龍馬不在這的話 我就必須再用銀將持 那這個時候對方 我會用 龍龍王持 這個金將 他就會變成一間龍 我就很明瞭 而且他手上會有銀將 如果變成一間龍 然後他一直這樣 如果擋 他一直在打金將 我一直上來 我上來之後他這樣盡量打 我就死了 所以還好這邊有這個龍馬 他就殺不死我 所以 現在還是我大有利 好 不管 好 所以他選擇走這一步 選擇走這一步 就沒有什麼用 因為 他原本 將這個到這邊的話 就是 在這一連串交換完之後 我不能跑這邊 我只能跑這邊 然後他 他真的打金將 所以 他這一步其實不太好 那 我選擇用 呃 用魚將持 我就逃出來了 那這個局面 我其實在猶豫 打陰 好嗎? 因為我如果打陰的話 他就跑出來 那就沒有辦法 那麼快 把他殺死 但是他就會選擇吃 他覺得吃真的是 對我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電腦覺得 這邊怎麼樣下最好 電腦覺得 應該先下最好 電腦覺得 應該先下最好 這邊 他只有9999 就是 底線好了 不知道解釋的意思 喔 真的 真的是 底線的狀態 那 我打這個 就是這樣之後 吃了 我再打對一次 這個線上全都沒問題 吃了 嗯 其實我這個吃啊 他再吃就 就中氣了 就會變成我後面這個走法 他就開始死定了 所以我這邊吃的時候 他應該要先往上跑 可以 跑久一點啊 但是也跑不了 這個 他如果再往上跑的話 當然應該會先吃他 一直移降 然後再想辦法用移降 然後後面他就再往上 再打跪 他再跑過來 再打跪 這樣子結束 所以在這裡面 他這樣走 就上來 那他就算不上來 不走2 他走29的話 我還是會再 翻就打 叫行 打風景 這個 主題 他就死了 好那麼 以上就是我們簡單解說 希望 對各位有一點幫助 好 我是老陳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